开始 ψ Alright guys 爆炸催烘的胡胡工业 新款双签包啊 就不在这麽卖关子吧 距离上一次胡胡工业 更新双签包 应该有一年多了吧 上一款应该还是酸鱼 那么这一次呢 按照上一次酸鱼的这一个设计逻辑和语言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们做了更多的改进和进步 然后推出这一款正风双肩包 那么这也是PMS系列的第三款作品 酸鱼正风 设计语言呢是比较类似的 正风不可以叫做是酸鱼的第二代 或者说是新版 它就是一个在差不多的设计逻辑的基础上 做的更细致 或者说更先进一点的一个改动 推出的一个新的作品 就可以这样去理解了 那么关于酸鱼 我就不会再讲太多了 没有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这边 因为很多东西呢 其实也是慢雷同的啦 就像我以前的影片讲过的 设计越往后做 越来越在细节上去做迭代和更新 大的改动不会有太多 尤其是一个比较好卖 比较经典的款式 如果要去做一些出格的设计 可能往往反而还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因为我也是还刚收到没多久 通过拍摄 抽出一些间隙的时间 来去慢慢地感受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印象 OK那么正式开始之前 跟大家说一下这前提 我现在手里的几款包 全部都是X-Pack版本的 Cordura版本只是在面料上的区别 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再去针对Cordura版本 做了另外的详解 X-Pack版本 这一次在阵风这款包的配色方案上 除了之前蒜宇也有的 叠影绿版本之外 新增了一个最近 他们才开始用的一个新配色 就叫钥匙黑 关于这个钥匙黑的配色 以及它这个面料的特殊之数 我在之前影片也有提到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正风对比酸鱼最大的一个不同 其实就是尺寸上 从外观大家可以看得到 酸鱼是比正风要小一圈的 那么酸鱼的主体尺寸 大概是长46宽23厚14 那整个容积大约是13.5左右 那么正风这款背包的 大概尺寸是高度50厚度16 宽度27 那这里用的单位都是厘米 它的容积大概是21升左右 就比酸鱼会大一些 其实主要的容积增长 反而是放在厚度的位置 宽度跟高度差异 在视觉上第一眼看并不是特别大 就感觉两个包都不算特别大的包 酸鱼比较形象于是一个 快速反应的军事作战方面的 这样一个设计 因为当时我也说过了 整个设计是order to design 他们会是针对于一个 有这方面需求的人群去做的 那只是顺带作为民用生产了 那这一次呢 正风这款背包是真的 针对于民用 城市通勤 做针对性的开发和设计 所以说在使用上或者说在 对应的人群上呢 会跟蒜宇有一些不同 还是看一下 大概的外观设计 跟蒜宇差不多的 还是上面一个小口袋 下面一个大口袋 但这个大口袋 不再是一个子母床的设计了 它变成一个平板 不过它内部呢 新增了两个小的直插带 可以更好地去收纳 你的一些零碎物品 并且这个外部拉链 也是比较好的 可以做到一块取 那么这一次呢 全部的拉链 都是防水压胶拉链 所以他们这一次又没有在做 有魔术贴提手的这些位置 可以去让你替换的 因为防水压胶拉链 没有办法像普通的 不防水压拉链 拉得那么顺畅 有利有弊 这边的压缩带 换成了这个Fillow的V-Buccle 磁扣 抽拉更快了 更方便 最大的一个改动 当然还是正面 下面的这一部分 之前的盖板设计 在酸宇的背包上 这个盖板 挂上去确实挺好的 很方便 有几个掉点很稳定 但是它会挡住 子母床外面 这一个拉链拉取 每次想要拿东西 可能还要把 这盖板上面的扣子给打开 总之呢 就不是很方便使用 并且这个盖板本身呢 也是太薄了 就是简简单单一层 激光切割的植物而已 还蛮多人抱怨说 不管是挂腹包 或者挂一些别的扣具上去 盖板可能会容易扯变形 确实有这方面的现象 所以他们这一次把这个附件 送给这种背心盖板的形状 它就是两个大的挂钩 挂在上面 整个盖板做厚了一层 背面还加了腹胶 并且不管挂多少东西上去 它也不容易变形拉扯了 效果还是十分出色的 那这大概就是 我把它装满的样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用了哑光黑配色 来做这个满载的方案 给大家做个示范 我觉得还是挺优秀的 它这样子设计我觉得好处 在挂板挂满的情况下 一个是不会拉扯变形 整个包的样子 再一个就是不影响你拉 这一个下部紫舱的拉链 并且它这个舱自己做的蛮好玩的 它除了打开正面下面 你可以掏很深的位置出去 底下还有扩容之外 这个拉链的上部其实也是通的 这个口袋 一直通到顶部拉链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口袋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 坐在这个包包的外面 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 如果你要想送到一些长的东西 打鞋放进去也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么再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 它们这一次整个阵风背包内部的里秤 一样都采用了 之前在吉普赛人和米格那两款包上开始陆续采用的这一款 有点像是冲锋衣内衬的这种比较干爽抗撕裂的里布 灰色的格纹 这种亮灰色呢 一个是光洁好搭理 再一个是找东西 所以比较方便 看得清 那除了电影绿 这些灰绿色的部分是XPAC的VX07之外呢 亚光黑的部分 以及整个钥匙黑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VX21的面料 那当然所有的包底部呢 也都是补强了Codura的1000D 耐磨防水防撕裂 这些基础的性能肯定是不用说的 短包容积 虽然它只有21层 但它的扩容能力我觉得还是蛮强的 所以它可以装东西 比看起来要装的更多一点 两侧依然是没有水壶带 这个是给你自定一的位置两行molien 可以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到底要装些什么副包 或者装些什么配件在外面 那么外部的收纳设计看完了 看一下里面 这次一样也是跟酸鱼这种 相同的大开口 我觉得这个包包在装满东西 放在地上这样打开的时候 它有点像行李像的感觉 它设计特别规整 可以看到里面呢 就是这样子的 两边是左右对称的设计 那么它内部呢 依然有这个PMS系列招牌小标签 可以供应写你的名字 或者是你想要写什么信息都行 这次最大的一个提升 就是终于可以放得进15或16寸的 比基本了 这15寸的MacBook Pro 滑进去一点压力都没有 并且呢 大家可以放心地把它 直接这样放手丢进去 因为它底下呢 是不触底的 这一款电脑长的底部 离背包真正的底面呢 大概还有这么多的距离 所以是可以很放心地把它丢进去 并且在底部 你还可以再丢一些 有美的那种零碎的 不经常拿取的东西 作为一个垫底也好 或者是一些缓冲 都行 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那么它前面还有一个 iPad平板仓 你可以放一些书本 或者是最大支持到 11寸的iPad Pro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支持到12寸 OK那么两侧呢 是有一个水壶带 通常的水杯放进去 什么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并且水壶带也是不触底的 水壶带上方 包括平板这一层 整面都是魔术毛面 对应的 盖板这边呢 是两个比较大的口袋 上部是一个全网面 下部是全毛面 很简单粗暴 但是非常的实用 这边的毛面 包括里面的所有毛面 也都可以支持到 他们家的这些内模块系统 像是这一个 阿链的网兜 就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 蛮好用的 还是取决你自己的日常使用习惯 来决定你要放些什么内模块进去了 这是千人千面的一个方案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我在这里也只是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这款包满载的状态下 我觉得还真的挺适合都市的一个通行使用 尤其是你有比较多的数码零碎 现在不管做什么行业 基本上都离不开数码产品 这个包我觉得对于数码产品 是有一个非常友好的收纳以及保护的 里面的电脑层 平板层的这些缓冲这还不用说了 水带上的位置 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水 要放 你可以放属标键盘 或者是你的硬盘 面板的前仓 其实也可以收纳一些零碎了 并且它还能支持到很多的额外扩展 外挂一些东西 可以挂一些小包包 或者说是一些扣具 纸袋什么的 依照自己的需求来 我觉得这一个包的这种改造宽容度 它的可扩展性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大部分人 如果你真的去选择它 应该都能找到一个相对于 比较舒服 比较能够令自己满意 感觉到用的比较顺手的 这样一个改造方案 对 底部它还有这一个可扩展的纸袋 除了它可以调节压缩之外 底下你要捆什么冲锋衣 三脚架之类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 就是这次这款包的整个提把 围了这一圈的位置 在两侧 提把直带的底部 还多做了一层38直带五枪 这个在酸鱼上没有 所以说它的这一个 提手能力更好 更舒服了一些 抗实液能力也更强 并且它顶部的提手内部 还填了一些小的填充物 填了一点粘 拎起来更舒服一点 没有那么的压手 那么阵风除了顶部 有常规的把手之外 两侧依然还是保留了 跟酸鱼一样的 这个侧拉提手 包括底部也有一个小的细提手 你在四面八方 不管你怎么放这款包 都可以比较好 让你拿取到 并且这款包的设计 底部也是比较平的 所以说它还是 大部分情况下 都可以自己立在那里 是个成熟的双肩包 这一次背部的整一个背负设计 也比起酸鱼来讲 改动了不少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中间这一条带 就是给你套行李箱的 非常的厚实 背在背上 不太感觉到它存在 再一个就是透气受力的 这个填充棉的分布 也有一些改动 它整个换成了几个更大的模块 厚度也填充了不少 其实你背上去的时候 透气性我觉得还是有保证的 并且填充最大的为之 就是这个腰靠的设计 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突出 非常厚 我觉得改动最舒服 让我背起来最满意的 就是这个肩带了 但虽然于上 它的肩带 之前是它的亮点 就是它上面有这个快拆 你可以快速把它切换成一个 弓箭薄 单肩背的状态 不过这款包的肩带 还蛮多人说 就是它为了达到这一个功能 做得太薄了 并且它又宽 边缘缝合的又更硬 整个背起来 如果是有些活动的情况下 感觉它会顶心口 或者是顶的腋下 这个位置 不是很舒服 尤其单肩背的时候 那一个单独受力的肩膀 这个显像会更加明显一些 虽然它填充的也不错 也有一些EVA缓充 但它毕竟还比较薄 它只有大概一公分 可能都不到 这一次正缝这款双肩包的肩带呢 就没有做成这种可快拆的了 它上面是一个缝纸固定的调节结构 但是它还是调节的范围蛮大的 并且它更舒服的是 这款包的肩带填充厚了非常多 肉眼可见的增厚了 大概有1.5公分厚 它里面除了有比较好弹性的EVA做支撑之外呢 它还填充了更多柔软的海绵 背起来特别舒服 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 能够让自己觉得舒服的背负的这一个位置 相信点开这个影片看的观众 应该都是对于背包这方面 有一定的使用经验了 我也不花太多篇幅 教你应该怎么样去使用这款包了 关于怎么搭配和改造这方面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案 那我也简单分享一下 我手里三个配色的一些上层效果 以及我在想象中对它们的一个风格表达 大家看一下这个亚光黑了 我刚刚也说了 这次我模拟它一个 算是比较重装扩展的效果 因为我是把它想象成一个 外出排射干火的这样一个造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的支带本身是可以扣在底下的 那底下因为我挂挂板 我觉得它可能会碍事 其实它是可以兼容的 只是我在这里作为演示一下 这一个磁扣也是可以挪到上面来的 这两个位置你可以互相换 具体在什么位置 取决于你要怎样用它 然后前面这个盖板 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我还放多了一个校准 摆平衡的这一个中心回的卡 冷测的话就简单装一个副包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觉得应该看起来是比较重装的 就不太像是一个简单美日通勤的效果 但是它还是比较能够驾驭得到 一点互违和 并且看起来不会说是特别笨重的感觉 很舒服 那么这款包出厂是不带任何腰带设计的 这个位置它留了两个不同系统的接口 来去给你选择你到底是要用 普通的那一个 ACS15压缩带 还是用这一个HMS系统来去做捣蛋 因为HMS可以任意的装载 这个上面的副包达到一个更加灵活的使用体验和感受 那么这方面呢只是一个示范 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可以给你参考 还取决你自己日常生活到底用到什么功能 那么如果说XPAC版本的三个配色里面 我最喜欢哪一个呢 反而钥匙黑是能够让我觉得最出彩 最适合这款包造型的一个配色方案 为了衬托这一个配色的感觉 我也做了一套简单的look 给大家上身看一下 在我想象中比较适合这一款包的一个场景 大概怎样 这就是钥匙黑 OK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钥匙黑版本 正宫 我在这一个颜色版本的搭配方案上 想给人一种更加平衡于都市街头的 玩乐性质的一个搭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也挂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小附件 小挂件来做装饰 一些小的收纳的外挂小口袋 后具包括一些可爱的17张 都是玩乐街头的这种休闲营造的风格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正宫这款背包的造型 尤其是在钥匙黑这个配色上 我觉得就挺适合工作之余的休闲游玩 打造一个这样的效果 包括不仅仅是在城市 除户外这种周末的小两天的一个游玩也是没问题 那么在延期的涮与背包的设计语言上呢 正宫这款包在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扣具 或者一些辅料方面或者一些小改变 比较明显就是这个胸口扣 之前呢是FITLOCK的VBACO磁扣嘛 一扣就贴上了 那换了这款背包之后呢 我也是下意识地总是想去 贴贴贴怎么贴不上 哦它换了这个多耐福的口哨插扣 用轻量化一点 并且它有个求生哨 换了这个扣具我一开始还蛮不习惯的 因为它没有磁库那么方便 但它其实挺轻的 不像一个很重的V8口袋 你全口甩来甩去 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 用灌了之后就还觉得挺好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钥匙黑版本的阵风 我做了一些偏独视街头玩乐小改造之后的效果 包括这身穿搭也是 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它很舒服的 很适合钥匙的这个配色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 如果是圆绝位得引率 没有经过任何改造 上层应该什么效果 OK 那么这款针锋 那么有像上一款酸鱼一样采用的 是Fitlock的磁扣在这个位置做开合 它直接做了一个滑动 拉这边这个直带的提手 它是可以把这个直带放松的 这样你拿取包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这样侧绳柜去拿取 拿取完之后拉这个环 它就可以做到快速收紧 因为这一次这款包的 背带设计也好 背腹设计也好 设计得更舒服 所以不需要调得特别精准 这两条支带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塑脚的固定带 可以把这个支带固定住 就不会到处乱飘 我觉得还是挺规整的 虽然说我一开始使用也有点不习惯 但是用着用着我发现其实挺方便的 它也不会觉得说 因为这个快速滑动的结构 导致这个背腹不稳 头会松开其实不会 拉紧了之后 只要你背包是有这种东西 它就是有摩擦力去扯住的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越背越爽 这是电影绿的上线效果 如果有不了解的朋友 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身高大概是175 体重目前是63公斤左右 那么我上线这个薄薄的样子大小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你自己背上大概什么样的感觉 对了之前有个朋友 我忘了你是在哪里问我的 问我说能不能把男十字星 给把它绑在这一个 正风的挂板上面当副包 目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宽度是刚刚好 但是它这个高度 我觉得稍微有点勉强 而且视觉效果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合适 当然你要真的有这个使用的用途 也不是不行 看你自己怎么决定了 好吧 你要装的话 其实是应该是装得到的 OK啦 那么看完这三个配色的搭配方案 想再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 因为他们这一次的Drop推出的主题叫十英小队 除了正风这一款PMS03之外 还有另外一款就是PMS04的统包 它的名字是吉洛夫 如果我们年龄相似 你可能听说过红色紧接着的游戏 那么你应该知道吉洛夫这名字意味的是什么 我说的就一个配色 就是这个MCBK的配色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非常简单粗暴的设计 但是超好用的 不是表面看上去一个体统跑路这种 你可以随便抓几样东西丢进去 就马上走人这种快速反应的包 它还是蛮多设计和收纳的 其实你日常把它当做一个健身包 或者当做一个旅行出门用的备用包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吉洛夫这款包 它其实只有一个面料版本 就是Cordura 三个颜色 纯黑 油漆冰绿 以及这个MCBK 官方说没有做XPAT版本 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持它这个柔软状态 让你方便收纳和折叠 甚至它卷起来收纳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真的很软 这款包其实它整体的容积 大概30层左右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 这样的中等大小的拎包 或者是驼包 整个包的长度大概是50公分 直径27 它前面有一个比较小的收纳舱 打开之后是一个单独的一层 跟主舱不同 里面也是有两个大的弹力格 单单这一个舱 就已经比很多小胯包都要能装了 你可以看到它两侧都有这一个小的拉链舱 说它小其实不小 由我一只手伸进去还多 这么大 那么一侧是毛面 你可以贴17张 另外一侧是moly 我在这边捆了一个腹包 给大家做个参考 都还是挺能装的 这还只是表面而已 来到里面 首先你要把这个提手打开 拎起来手感不错 它主舱是双头拉链 已经配好了大的这个拉手提环 里面打开就非常简单粗暴 一个巨大的容积空间 当然也是使用了这一款灰色的格纹内衬 手感非常好 东西也方便 并且它这次两侧各有两个 这一个非常大的拉链口袋 这个口袋侧相是做了折叠的 也就是说它厚度其实比看上去的要大一些 你收纳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整个包远比看上去的要能装能收纳很多 具体怎么使用 当然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习惯了 我只是在这里 跟大家简单示范一下 对了有个小tips 如果你要往里面装大件东西 记得先把这几个口袋给它拉上 拉上之后才比较好装 不然它口袋长口的时候 你往里面塞东西可能会捅到这个口 转包比较好玩是它有几个不同的背负方式 首先它原配了一条这一个肩带 肩带上面是没有磁口的 就是比较轻量化的一个肩带 当然你可以把它调短作为单肩背 调长作为斜胯 或者说就单纯的直接拎这个手拎的提把 都没有问题 但我已经料到了 你们肯定有人说我能不能把它改双肩 OK我就满足一下你们料到了 这款包的双肩背负 你只要另外随便拿一条 任何一条这个38毫米的 有磁口的背带就行了 如果你之前有买过他们家其他的一些附件 你应该是有这一款38毫米的 这一个V8口的背带 它在包的两侧呢 除了有这一个1234 两边四侧各有8个这种大的掉点之外 还有多两个小的掉点在这里 可以给你捆一些扣具或者说是细肩带 并且它还有两个提环 两侧都有 一个是在拉拉链的时候方便用力 再一个是你想挂一些别的款式肩带 也可以这样挂 选择真的很多了 按自己的需求来就好 双肩背上效果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不是特别推荐 当然也不是不行 因为大家要知道 类似这样款式的包 很多时候其实出现在一些户外品牌里面 比方说是鸟啊 巴塔 或者是一些类似这种 需要高山攀登的时候当做驼包来使用的 当然这些品牌出的驼包容量都非常大了 动辄就6780 也是这种两个大肩带 可以临时当双肩包碑 但基本上还是给动物或者给一些车去驼的 那这款包呢 没有那么大那么夸张 相同的使用逻辑也是没有问题 那并且这款包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更适合城市用了 你像假如你放在车尾箱 或者是你旅行把它放在行李架之类这种地方 它是纵向放置的 它在两侧都有做这个moly的织带去做把手 你可以侧向直接这样抽出来 作为一个30层的圆筒形包 它这个形状就注定了它比看上去要能装很多 我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随便塞两套的衣服都没有问题 我说的两套真的是完整的 从鞋到衣服裤子加上一些小配件 轻轻松松可以塞进去 并且如果你要去健身 塞两个球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定的空间 我觉得它这个使用呢还是非常从容的 具体你要怎么用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当然了基洛服它本身的设定 三种的背负方式 一个是鞋胯 一个单肩 还有一个手铃 但其实我觉得更多人 如果拿它当旅行包的话 可能比较多的使用场景 反而也是把它捆在旅行箱上面 因为这样子身体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没有那么大负担 把它丢在旅行箱上 拉紧它原配的这些肩带其实也是蛮能固定的住 或者说你就干脆拿它这个提手套 如果你的旅行箱尺寸合适 丢上去其实问题不大 还蛮稳的 并且我觉得它这一个设计 这一个容积 这种收纳的程度 对于这个价格来讲 已经算是很亲民的了 那么随着这一次十英小队 这个DROP的主题推出 它们还有一系列湿气张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有大有小 我还蛮建议大家贴一个大张门 因为它比较软 拿去物品的时候 很容易就折叠弯掉了 贴个大尺寸的设计上 有利于这个面料挺住 更好换找的东西 统包虽然说全部都是Cordura面料 但其实它配置也不含糊 主体的配置大概都是Cordura的510 那么底部依然是用了1000滴的耐磨 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Cordura的防水性能肯定没有X-Pack 那么强啊 防一些钟小雨还是没问题的 像这种统包就很适合拿来装衣服什么的 因为好多年前 我原来在高中是铸校的 我一周回家一次 我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统包 现在看起来很土很旧了 一个低手的纯军布的很薄 它比起吉洛福要小很多了 大概就是20升左右 因为圆形很能装 所以它装的东西还是比看起来要多一些 而且也是皮时耐用 这么多年了 没有任何一个零件是坏掉的 依然都是拉链也很顺畅 不过它里面就没有那么好的风格 以前那一层了 只是对于我那时候一个学生来讲 一周回家一次 因为也是穿校服 不会有太多的衣服 我们装一些简单的东西 绰绰有余了 而且它这个口呢 也是有一个收剪 也挺好玩的 简单的分享给大家看看 过这么多年 可能现在的学生 有机会使用到这样的包 住校带行李的话 哇真的好幸福 那么恭喜看到这里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还在 相信你应该也是我频道的老观众 或者说是胡福工业的老粉丝了 那么你也该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东西了 大概这就是这期影片的时候的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有意见商量 如果你有没有关注 我一定要点一下订阅好吗 那么我是Rock 我们下期再见吧